经过寒冷的一周啊 本周天气看来变化不会很大 虽然是有所回温 但是回升的这个幅度也不会很大 寒意依然 郊区的话呢 仍然在冰点 不过我在我们小区里面 几个池塘都找了一圈 为了帮小朋友找冰块 已经找不到了 就是上午时分去找冰块的话 是找不到了 都已经融化了 当然在昨天来讲 到下午都还能找得到一些碎冰块 这也是目前气温的状态 当然这两天天气不错 有艳阳高照 是一个喜晒的好时机 因为你不抓紧这几天喜晒的话 后面就麻烦了 因为上海将进入到湿冷的季节 从干冷变成湿冷 周三前后 上海阴道多云为主 偶有小雨来串场 双休日至下周一 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之下 小雨连续到访深沉 你看这个雨在周末就会比较多了 所以棉衣与绒服加雨伞 一个都不能少 这段时间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低 那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而喜晒如果这两天不抓紧的话 真的要拖到很长之后了 这段时间就会做好保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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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就会做好保暖的工作